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改之后的多项赛事都异常精彩 最让我们印象深刻当属最后一天的正赛了 如此高强度的防守与进攻机器性着实让我们过足了瘾 同时我们也可以注意到 场上球员穿着的球衣与近两年有着不小的区别 于是我们此次为大家带来了这届全明星球衣的开箱 现在市面上可以买到的球衣基本可以分为两种 Sweetman球迷版以及Authentic球员版 我手上拿到这件便是字母哥Yanis Antetokunbo的球迷版球衣 可能有球迷要提问了 为什么球员在比赛中穿着的是致敬不幸遇难的 Brian's妇女的24号与2号球衣 而我手上拿到的却是球员本身的号码 其实因为这次悲剧的发生非常突然 而致敬也是临时起义 球衣的生产在很早之前便已经完成 所以市面上可以买到的版本大多是球员本身的号码 而谈到致敬这件事情 球衣的另一处细节也有体现 在正式穿着的比赛版本上 我们可以看到球衣右肩有9颗星缓绕的标志 代表着这次空难中遇害的9人 说回球衣本身 这件字母哥的球衣整体使用了代表杨利斯队的红色 而勒布朗队的球衣则以蓝色为主色调 全明星周末期间举行的正赛 名人赛 新秀挑战赛 以及特奥会统一篮球赛球衣的颜色 则分别代表着芝加哥八条地铁线路 在球衣的正中央以及紧后 我们可以看到灵感来源于芝加哥市起的六角星设计 这个细节我们在球衣表面的纹路 以及球裤两侧同样可以发现 球衣数条纹的灵感来源于上世纪90年代的经典公牛球衣 背号与名字所采用的断面材质 则展现了轨道列车表面的光泽 这些无不是对芝加哥社区文化的致敬 在NBA全明星的69年历史中 仅有1997年至2002年间的五届全明星正赛 未设计统一的球衣 而蓝色与红色的主色调 也几乎贯穿整个NBA全明星正赛球衣的历史 不过这一传统在2018年也就是Nike接手NBA球衣 赞助拳后的首届全明星上被打破 2018年与2019年的全明星正赛球衣 都使用黑白两色进行区分 对比近三年的球衣 我们可以发现今年的球衣 除了配色回归经典的红蓝双色 还取消了前两年在胸口印上球员所在球队标志的设计 将全明星球队整体的概念更加强化 球衣下摆出的尺码标上方 则延续了去年的举办地及年份标识设计 也让专属于这一年的全明星记忆凝聚在这件球衣上 最后谈到价格 这件球迷版球衣的发售价为人民币699元 如果你想凑成一套 你还可以购买一件球迷版短裤 发售价是549元 如果你想购买性价比更加高的产品 你可以购买一件球迷版T恤 发售价是人民币299元 如果你想要细节更加精致的球员版 你可以购买球员版球衣 发售价为1499元 你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去选购合适的产品 本期节目我们带大家了解了一下 这届全明星的正赛球衣 我们也简单回顾了一下NBA全明星球衣的历史 相信大家都了解了一点有趣的球衣文化 欢迎大家点赞收藏转发投币 本期纸媒开箱到此结束 我是观察员Gram 我们下期再见